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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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一大早 阿伯们睡不着 干脆起来走山道 我们在奋起湖 的这个森林步道里面 你们觉得这个森林步道走走如何? 好吗?舒服啊! 不来,你这辈子不来 你会后悔 记得带正妹来 哈哈哈哈 我们四个人 只剩四支嘴而已 等一下如果看到 只有四张嘴飘浮在空中 放心 那绝对不是灵意 因为你看到台湾人所讲的 四十个人 剩一支嘴 我们五十几个月 哈哈哈哈 他说也是穿一支嘴 我们穿一支嘴 存在已经十几年了 哈哈哈哈 说着说着也习惯了 哦,山上的小蚊子很多 不过要记得穿长袖 也不知道要干嘛 想太多 没有正妹要跟阿伯和大叔一起走步道的 我们还是看破红尘 开心结伴走自己的路吧 大多数游客到阿里山奋起湖 多半是在老街或者奋起湖 车站车间仓库走走逛逛就结束 但我们四个大叔大清早就清醒了 山里的店家都还没开门了 于是我们决定从火车站出发 走一趟奋起湖步道 大清早火车站就有小型的工作台车 在巡视铁轨的安全 穿过铁路爬坡走上幽静的石阶步道 大约再往上走十分钟 再穿过169号公路继续往上爬 走进一片竹林 哇,这一片竹林 很漂亮哦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竹 好 清晨时分,山上风吹鸟鸟鸣 我们这群叔叔人到中年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好 但可以肯定的是明天我们会更老 走在这个海拔1400公尺的山林里 大家更相信地心引力的厉害 阿伯们都知道 我们器官样样俱在 只是都在往下垂 正所谓万般皆下垂 唯有血压高 才在讲血压高呢 就有人问 大清早的山里面 会不会有红衣小女孩 但有人立刻又把话题给岔开 又转到了美丽的正妹身上 哈哈哈哈哈哈 这阿伯的行程到现在这个焦点还是放在正妹身上 四十回才是很麻烦 哈哈哈哈 我已经四十回这么久了 这些阿伯实在很麻烦 穿过这一小片竹林 来到奋起湖的日本神社遗址 这处遗址残存得很彻底 在走过木战道之后 原本供奉的日本天照大神 如今只剩下一座三公尺平方的基座平台 以及石头台阶 在这里就几乎看不出神社的原貌 神社遗址被高耸的孟宗族竹林给团团包围住 这不难想象日本时代 这里的神社庄严肃木的景象 神社遗址的周围 还有另外一种公共艺术的遗迹 昔日开发奋起湖 伐木的、开露的、种种生活的旧照片都被放大 用木头装框摆在神社四周 它的目的大概是要人回想过去的历史 感受一下古早时代这里的生活 不过这些大照片 目前跟神社一样 也快要变成遗迹了 对 青苔都已经结上来了 青苔银框 纯天然的画框 用木头、树枝结起来 现在已经结成青苔 看样子也要回归自然 而且它架子是用 连画架都是用在地的竹子 制作搭建完成 上头还有清楚的竹节痕迹 离开这个人工的遗迹和遗址 大叔们要去看看奋起湖的神木 从神社前面右转 从神社前面右转 地上的石阶 又换了一个新的面貌 变成了木栈道 走一段木栈道 我们要去看巨木 哈哈哈哈 来西芬多金的 对了 在木栈道旁边 这些比较粗的 应该就是梦中族了 前面就是梦中族的小时候 前面那个戏的是梦中族的小时候 哈哈哈哈 阿伯妹我们乱讲 不要相信 到罗看到这一棵巨木 叫做张叶漆 所以应该是大型的漆树 不过在一片梦中族的包围下 说实在的很容易被忽略 本来以为它是快木 但它却是小一号的张叶漆木 由于它的树形 有一点像梅花公路的鹿角 因此给了它鹿顶神木的称呼 下山的途中 有人想起 上回我们走访日月潭的时候 碰上了下雨 大家一起背的苏东坡的定峰波 现在走在这个林木当中 大家突然失信大发 又开始背诵了起来 能背的一起背 末天川岭打夜深 何妨迎宵且徐行 竹杖盲邪轻圣马 谁怕一说烟雨任平生 廖翘春风吹酒醒 我们昨天没喝酒 廖翘春风吹酒醒 接下去呢 什么夕阳 没有没有 春风吹了就冷了嘛 好 微冷 山头一照雀香吟 回首向来萧射处 也无风雨 归去 好 加一个归去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情 好 那我们归去要去吃早餐了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情 被玩苏东坡流放黄州时 自我解脱的词句 这大概也是我们这群大叔此刻的心情写照吧 游走三菱 心如顽童 健康快乐 笑口常开 清晨 我们走完两三公里的奋起湖步道 很轻松 下山吃早餐去也 吃完早餐 我们另外还有行程